港澳辦9天內第二次就香港情況發稿 今次一連三篇 強調中央有權有責 維護香港憲制秩序 港澳辦說中央授予特區高度自治權 不意味中央沒有或者放棄監督權 對於香港自治範圍裡面的事務 中央一般不會過問 但是如果出現嚴重影響一國兩制 損害國家和香港根本利益的情況 中央就必須過問 適時表明立場和態度 並且依法加以糾正 港澳辦又反駁 有人說中聯辦和中央其他部門一樣 受基本法22條規限 不可以干預的說法 說即使基本法沒有明文規定 中聯辦的法律地位 但是無論是之前的新華社香港分社 還是改名之後的中聯辦 都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 完全有權力、有責任代表中央行使監督權 又說每當中央依法行使權力的時候 總有些人鼓掃中央干預 說郭榮鏗之流的政治本性 是反對中央行使管治權 歡迎外部勢力非法干預 企圖將高度自治變質為完全自治 中央有決心和力量 確保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 叫郭榮鏗等人醒醒 另一篇稿就再次指責郭榮鏗 和反對派議員鄂爾拉布 延耗了六個月還未選到內會主席 是蓄以違背誓言、嚴重濫權 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鐵證如山 又說郭榮鏗公然宣稱是為了阻止國歌法通過 不禁要問郭議員為何禁敵視國歌法 是真認同一國嗎? 是真維護基本法嗎? 港澳辦說根據人大常委會釋法 和香港法例規定 任何人拒絕或分略誓言 在任的人必須離任 議員如果違反誓言 必須承擔法律責任 還有一篇稿表明堅決支持香港警方 依法拘捕黎智英、李柱銘等15人 認為是維護法治和正義的正常執法行動 並且強烈譴責美英政府和一些政客、網家評論 污衊為政治化執法 干預香港司法獨立 強調任何人都沒有法外特權 違法者必須依法追究 有先烈士記者 中文財 regulators �母同刊 民學會議員